沈先生 從今天開始呢 就是我的人 以後啊都得聽我的 我的命啊 老龐大人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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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叶总 你心脏又不舒服了吗 喂 什么 真的 叶总 约约那边说已经有合适的心脏 你可以马上进去心脏移植手术 现在 在 是 没事吧 小军小军 小西 阿晨他在车祸的时候用身体固着你 走成了严重的撞击 现在人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 好 喂老子 叶总叔叔很生命 如果 如果他醒来不及收给你 那还不简单 把责任可以给对方的驾驶员 他叫什么来着 盛南希 那是我们结婚的人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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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太难过了 我们已经按照江先生生前的医院 将他的心脏移植给另一位患者了 他的生命 也会因此而得到延续 的 是 是 也许吗 才说心脏里的那个人是谁 小月 我知道我的心脏还能支撑多久 如果有天我们在你身边 不 金城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一定会找到合适的心脏做手术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李小月 不是说会被我一辈子 为什么心责的人会是你 你放心 孩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 车口云你找到了吗 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 开着十分的神才导致的车户 那个驾驶员叫我 圣南西 圣 安 已经查清楚了 江先生心脏移植的对象 是夜市集团的总裁夜景城 这就是夜市集团 夜景城 你是 是南西 因为是 当然 而且 我一直在找你 看起来 我想去 我 你愿意嫁给我 你愿意嫁给我 我永遠等你自己看 廖長你回來了 啊 您跟太太的結婚照落了沉 太太吩咐我們要第七大禮乾淨 他倒是真把自己當業家的主人啊 他人呢 太太在房間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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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葉景成雖然恨我入骨 但他的一舉一動 總能讓我看到阿誠的影子 我知道 一定是阿誠的心臟還在為我跳動 只要能跟阿誠的心臟永遠在一起 我願意一輩子 守在葉景成身邊 葉景成 你回來了 都是葉太太了 怎麼還帶著別人送的戒指啊 什麼別人送的 我只是帶習慣了而已 我們結婚的時候 不是沒有戒指吧 到時候我怠慢你了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啊 一個傻人犯 也有點問我要戒指 送上 如果不是你 就不會有那場意外 小月就不會離開我 為什麼他死了 你還會握著 對不起 我會讓你一輩子給小月賠罪 這是你欠她的 為什麼 我這麼難受 警長你沒事吧 是不是身臟不舒服了 我 別抓住一副關心我的樣子 小月死後 你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去她分錢懺悔 而是打你並接近我 你以為我不真的想要什麼嗎 不就是想要欺負嗎 既然在你心裡富貴比人命還重要 那我就成全你 讓你當一輩子的葉太太 不是為了你的錢 不是為了錢是為了什麼 那她是為了我的人 我為對她 是神奇奇 夠了 也在我們面前表演了 來人 先生 太太把家裡都弄髒了 你們看著她 把整棟房子都打算乾淨 是 太太請班 你總算混入牌子 是 什麼小朋友 是不是 那我們 她算是 一样 和我自始至终爱她 只有小月一个人 你是小月的妹妹 我也会把你当妹妹 可是我不想当你的妹妹 那个盛南希为什么能做你的妻子啊 而我不能 她可是杀死姐姐的凶手 所以 我会让她一辈子留在这 被小月给罪 叶太太的位置必须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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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南希 敢跟我抢东西 不会放过你 太太 转喊很脏呢 你没看到啊 我们家太太真嫌弃良母 家里干的活啊 她比谁都多 谁能想到人前风光的叶太太 背地里连下人都不如啊 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 先生讨厌她就是最大的罪 唐小姐 麻烦让让 你在这儿过着不人不鬼的日子 有意思 我要是你的话 早就离开 不愿意不得离开太太 你 他就可以让我来 他给你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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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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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了我的臉 這麼多手 他一定很痛 別走 請你最愛 還有最小的 他那麼愛漂亮的一個人 是讓你碰他的臉嗎 我沒有在問你話 是他先踩住我的手 所以我在 壞了 你配得起嗎 所以你想 就只是你這沒話閉嘴 夠就少 南希 你沒事吧 進城 他可是你明媚正確的西子 不管你再怎麼不喜歡他 也不能這樣作見他呀 聽見沒有 哎 臭小子 錦城他脾氣不好 我知道 讓你受委屈了 沒事 三年了 不都這麼過來了嗎 太太對先生 還真是一往情深啊 他在乎的是錦城嗎 他在乎的 只不過是前男女的心臟 若是有一天 他知道那場車禍的真相 他還會那麼心甘情願的 受錦城的折磨嗎 那場蛇獲 我們做得很趕緊 太太和先生 永遠不會知道 藥怪呀 只能怪他前男友命不好 誰讓他的心臟 剛好適合錦城 為了我兒子 我什麼都做得出來 如果有一天 是愛惜他知道 他若是愛 也就算了 我也會有客氣 少小姐 你怎麼讓您去水山回座 502號報警 喂 你好 您委託我們找一副一生一世的話 已經被人埋走了 被誰埋走了 那是我男朋友生前 為我畫的最後一幅畫 我找了很長時間 麻煩你 一定要碰我聯繫到賣獎 飯 regression 給亂得 這不是夜太太嗎 夜太太 夜太太 他配嗎 緊晨哥心裡只有我姐姐 对吧锦诚哥 知道叫你来 是干嘛的吧 叶总心脏不好喝不了酒 叶太太老规矩您在牢吧 来戏剧 来南希再来一杯 好啊我干了 女孩子家少喝点你 我替他喝 我可真护着他 哟可以啊 来 继续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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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你这次我 锦诚哥你不会是心疼他吧 怎么可能 他应该是害死你姐姐的凶手 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来叶太太 陪我喝个交杯酒吧 喝 哈哈哈哈 哈哈 来鸡一个吧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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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他妈以为叫你一声叶总 叶总就会向着你 老子今天好受受苦 我走 你放开 紧张 紧张 你放开 进场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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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场 林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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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那个女人设置 我都会莫名的心痛 西政哥你没事吧 你 我脑子拿起来 叶总 你什么东西 也敢动他 他是我的女人 就算死也得死在我的手上 提提准没有 叶总我不敢了 你去找着我吧 你叶总 金丁 金丁 我到底是怎么 林丁丁 到底在发什么疯 为什么会对那个女人 这么的不忍心 他有心脏病 怎么能洗这么久 他的生命也会因此而得到延续的 这 阿晨 阿晨你没事吧 阿晨 阿晨 你没事吧 你刚刚叫我什么 我叫你锦绳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久 心脏会受不了的 怕我出事 想不了夜间的富贵了 我是真的关心你 关心我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对你动心 你 做夢 你怎麼想我都想 為什麼能不能不要傷害自己 我不傷害自己 我不傷害你啊 我不傷害你好害我 你怎麼對我都想 這可是你自重的 阿全 我想你開心 啊 進程 你早點休息 阿全 我愛你 警察 怎麼 你認識這幅畫 怎麼 你認識這幅畫 不認識 這是誰畫的 這顆心臟的主人 據說是他生前最後一幅畫 畫給他的愛人 命名為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你怎麼 沒事吧 就是突然間很感動 是不是所有女生 都很想要 一生一世的愛情 是個女人都會笑我嗎 那你呢 你想跟誰一生一世 阿全 你 你 你說什麼 昨天晚上 你一直在叫這個名字 他是誰 他那是誰啊 我當然是在叫你啊 警察 阿全 這樣我 你這麼好糊弄嗎 你怎麼叫我 你什麼時候叫我阿全 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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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這個界線的主人嗎 不夠無所謂 不論你心裡想的是誰 這輩子都別想我 你害死了我的愛人 你的愛情 也內陪葬 回憶取消去墓地墓地 小月 我好想你 大大大大小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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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我了嗎 我 他們到底在 能從頭 從頭 ここ陽 如此乱想什么 我爱他永远只有想约一个人 你放心 那个害死你的女人 我会让他一辈子给你赔罪 听说给我一只心脏的那位 也葬在这里 我们去祭拜一下 是 哦 是他 不认识 这是谁画的 这颗心脏的主人 据说是他生前最后一幅画 画给他的爱人 命名为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给我个解释 不是吧 这般王母亲的 这是王母亲 生前最后一世 是 是 击败母亲 穿成这样 扫手 死刑不开 结婚这么久 我怎么 不认识的 你真是 不认识的 你真是 今天出现在这儿 真的只是巧 陈安西 你到底隐瞒我什么 叶子家里出事 还好 不是突然被阿诚拉曲子的时候被他看到 他应该不会怀疑吧 啊 岛心 你在干什么 锦诚哥你回来了 我在帮你教训下人 没想到你屋里 竟然有这种不知恋痴的下人 怎么回事 我今天准备去你的屋里找你 就看到这个下人鬼鬼祟祟 还拿著这个 这是 为什么 你还敢狡辩 我拍照问过医生 這個履歷裝的是 最奇妙的 不知道是要用在誰身上 誰給你的膽子 敢把這種東西帶進葉家說 這不是我的是太太的 你在說什麼呀 我根本就沒有見過這個東西 真的不是我 他在撒謊 先生 這東西是我打掃屋子的時候 在太太的櫃子裡看到的 太太平時身體一直很好 我覺得奇怪就拿起來看了一眼 湯嫂姐這個時候告假 就以為是我的 你胡說 你為什麼要誣陷我 先生 我說的氣不舒適啊 我問過了 這個藥很貴 他一個下人就這點工資確實不可以 我看這個 就是你的 錦城哥平時不理你 所以你就用這種下三爛的手段 錦城哥 你沒中招吧 難怪我最近這麼反常 原來竟然是 真的什麼的 你敢對我下藥 不是 錦城哥 你沒對不起我姐姐嗎 你沒事吧 你害我差點被犯疼穴 知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 你分明就是為了 引起錦城哥的注意不擇什麼 不知道還有用其他不要留的招數 你告訴我 你今天穿成這樣 真的只是去祭拜你母親 你竟然是穿到紅裙子去祭拜死人 你今天穿成這樣 真的只是去祭拜你母親 當然是 你竟然穿到紅裙子去祭拜死人 以前也沒見你穿過紅色衣服 哎 他以前穿過這件衣服嗎 這件衣服是先生走了之後 看他讓人加急送過來的 真如此 是故意的 是不是 呀 還真是一模一樣嗎 你閉嘴 這件衣服 我以前就有 那以前錦城哥怎麼沒見過呀 真好看 謝謝阿智 早知道你穿上這麼好看 我就不給你買 你怕別人看上了來追求我呀 那可 別人搶走我女朋友可怎麼辦 那以後 我就只穿給你一個人看 你保證 我保證 怎麼說不出來了 你以為聽你說這些鬼保戲 就會高看你 真是很高 不是 這下好了 以後錦城哥只要看到這幅畫 就會想到你裸心的嘴裡 不如一把火燒了吧 免不見為罪 不信 不信 不行 你在叫我做事啊 你也知道 這幅畫的作者 是把心臟移植給你的人 你不能毀了他的畫 你不能這樣 就算是這樣 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本來是打算收藏這幅畫的 但我現在看見他 我就能想到 我就 就關心 建成 這幅畫的作者已經不在 你不能毀了他的畫 可要這幅畫的人難道不是你嗎 錦城哥 如果這畫上的人知道自己被冒充了 得多生氣 我只是很喜歡這幅畫而已 你喜歡啊 那我更得毀掉他 不要 我尊敬你 求我 你這是求人的姿態嗎 我求你 為了一副不相干的話竟然下跪 怎麼 變成贏了 真把自己的畫作人了 我拼不住你 你越是習慣的 我越要回跳 你還要回跳 你幹什麼 走開 拿過來 你快給我 錦城哥 這會兒毀得還不夠徹底 幫你撕了 夠了 夠了 你還真的以為 他在意這幅畫 他就是入戲太深 氣火難下 是難寫 我發現你真的挺有別愛天賦的 那今天晚上的宴會 就由你來為客人表演嗎 那不是葉太太嗎 怎麼在那兒給客人拉曲子 這有什麼 這有什麼 要不是老太太不許 錦城哥恐怕得讓他端茶地水 伺候人呢 他呀 算是迷魂旺族中最大的笑話了 多不配未必有在樣 誰都知道葉先生討厭他 所以說這葉太的位置 還得是唐欣姐的男子 對吧 我呀 也算是偷了我這張臉子去 哎 那不是林氏的繼承人林立威嗎 聽說他剛從國外回來 他過來了過來了 林先生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清晨哥 你看你老婆 你才晚來了一會兒 他就開始勾搭別人了 你不是葉太太嗎 為什麼做這個 看來傳聞是真的 你在葉家過的並不幸福 林雷 你什麼時候回國的 你這是何苦呢 要是阿神再太有臉 他看到你這樣他會不開心的 不如你跟我去 你要帶我太太去哪 林先生 我們葉家沒有邀請你嗎 我為什麼來謝兒呢 沒想到你還挺受歡迎的 葉 你的心不再難洗著 何必困擦放 你 你放手 別人會誤會他 她是我太太 不老有心 進場 這不是林零威 林先生嗎 夫人 我不請自來 你不會怪死我 怎麼會呢 來這便是客 只是我年紀大了 想先休息了 就讓景城替我陪著貴客吧 南希啊 你去換件衣服 和景臣一起招待客人 好 大家請自便 我去換衣服了 你得換衣服 林先生也要跟著去嗎 我 怎麼回事啊 總路不長眼睛嗎 你是你先撞到我 哎我可看見了 明明啊是你先撞到他 你 你放我衣服還想走 你放開我不放 你把我衣服弄髒了 你放開我哎呀 你們這是在幹什麼呀 這個根本就不在乎 你又是他 有什麼資格過我們夫妻之間的事 哎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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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太太 怎麼這麼不小心啊 對呀趕緊起來吧 接上聊 夜日 這樣 一號 哎呦我也太太怎麼這個樣子呀 對呀都道是夜太太了 怎麼還買什麼低質量的衣服呀 小溪 小心 小心 没事吧 这没错 有我 尚南希 你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 我看你怎么继续待在夜里 老倩我带我太太去换衣服 是没了 我失去了 还有多远呢 走吧 老倩是您吗 观众都没了 还有必要跟我上演 恩爱夫妻的喜马路 你跟林立为什么关系 高中同学 只是同学 不是旧爱 他都要带你走了 所以你怎么想 我差点忘了 你的旧爱叫阿诚 不过 不管你心里有几个男人 你这辈子 只能乖乖待在我身边 让我撤 我竟然嫁给你 就已经结束了这一切 这三年 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 这么说 你已经不在乎其他男人了 如果我把那个阿诚找来 折磨他 你应该也不在乎 我想 不能让他知道 他身体是为了阿诚的心脏 这么紧张干什么 要不 你从而跳下去 跳下去 我就相信 你知道我不可以有用 好 他是凶手 本该如此 是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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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哪些 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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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心 阿絹 阿絹 那些 你怎麼會落水呢 小心 小心 是你舅頭 你說呢 要不是我發現的其實還不知道會怎麼樣的 看來是我出現幻覺了 葉景成 怎麼可能關我 南希到底怎麼回事 是不是葉景成害的你 不是 是不是又怎麼樣 林立威 盛南希是我老婆 你整天拧在他身邊 會很難看 林立威 南希他嫁給你不是讓你這麼糟蹋的 林白 你先回去吧 我沒事的 林雪 我這走不了就是要等你 我可能讓這何人在傷害你 你有這個本事嗎 我告訴你 他就算死 也得死在我身邊 沉 立威 你們別打了 警察 警察 我 屎 啊 你忘了他怎麼傷害你的 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他的 馬晨 就算死 我也不會讓你再受傷 啊 進場 進場 別以為這樣 我就會陪你迷惑 你造的你 死不足心 他整個神秘 好不容易延續 我一定不會讓你再受傷 你走 剛剛沒打個 繼續打 說說吧 你怎麼樣才能放 沒看見啊 剛才他為了我命都不要了 又何必自作多情 自作多情的不止我一个 他心里只有阿诚 就算他为了你不要命 那也是一发尘 你什么意思 你还真是一无所知的少坏 叶总 怎么了 是门西口中的那个阿诚 绝地酸痴 我吵出来 是 叶总 那个叫阿诚的 信息还不是很全 现在只吵到他从小在白云镇长大 我们马上就到了 白云镇 怎么听起来那么熟悉 您忘了 给您换心脏的那位 就住在白云镇 您还吩咐我 去他家买过画呢 是他 我记得你说过 他的家人都去世了 只剩一位 江老太太 没错 是他奶奶 一个孤寡老人 挺可怜的 听说 也只有他前女友 还会时不时的去看望他 自然来了 就去拜访一下吧 是 小西 来吃水果 谢谢奶奶 小西 你现在也结婚了 不用经常跑过来了 是我们阿诚 没有福气 奶奶 您别这么说 您是阿诚的奶奶 就是我奶奶 放心吧 是的 我给你玩一首曲子吧 哎 好 第一次 这边 音乐 好像就是从江家传出来 江家不是只成江老太太了吗 他还会老小弟琴 这曲子 谁呀 你来我去看看 你们是谁 谁 谁是张飞风 你们是谁啊 找我干什么 你就是张飞风 张翔是你侄子吧 谁换 现在要你还 他欠你们钱 你们找他去 这跟张胆那有什么关系 张翔一个老光棍他没钱 我不找他亲戚 我找谁换 少不账钱是 我和张翔 虽然是亲戚 但很多年都不联系 而且我也没那么多钱呢 是啊 这不准备还了是吧 小姐们给我砸 哎 死了 啊 这个不行 你 啊 我 大哥 这小牛长得不错呀 要不给他卖了底债 嘿嘿嘿嘿 是不错啊 哎 我躲下来带走 快你们干什么 怎么还没到 这里是有点热 应该快到了 我也就来过一次 这死猪 那么多死都白胃了 回去啊 你送村长去 请问江家是咋这儿吗 江家 不知道啊你再瞅瞅 不是 大哥你紧张什么 你看他们串组了 非富即贵万一怎么知道 可是咱们是来找赵翠芳的 跟什么江家 你也没什么关系啊 啊有道理 谢斌 就是这儿的 patrol 哎 这门怎么开着 叶总你看 快送医院 是 你 刚刚到底是谁在把小提琴 大哥他震着的太厉害了 呦呀 这不老实 打得不可以的颜色 你不知道老子厉害 大哥 我一把小牛打死了 打死了可不好卖钱的呀 你们也是不断挽住我点啊 快打看看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呢 大哥他他好像有话要说 臭呀 你想说什么 我可以给你们钱 就让你们跟饭了好吗 你十万 你拿什么给啊 我是叶氏总裁 叶锦诚的太太 哈哈哈哈 就你啊 还叶太太 你当我傻呀 那又没有撒谎 你让我打一个电话 我就知道了 我在你们手上 又跑不了 你们不是有钱吗 你随时你害他 开关锋里 开关锋里 是南西 什么事 警长 我在白云镇 你在白云镇 你在白云镇 在干什么 难怪那么急不可耐的出门 是为了见你的老亲人阿诚是吗 不是的 我回头跟你解释行不行 你能不能见我五十万 谢谢干什么 贴你的拼头 把我当什么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只能你听我说 啊 叶总是吧 你想就是你老婆 嗯 挂了 你 你 跑来 对 你是 江奶奶 这是我们叶总 就是之前 买你孙子画的那个人 你放心 我要马上到医院了 叶子 求您帮我救一个人 他是我孙子的女朋友 刚被坏人抓走了 他找什么样有什么特征 他今天穿一身白色的连衣裙 派人到白云站 帮我找一个人 快要跑 蓮城 经常 女生 经常 拼听广众拉拉扯扯 恬不知迟 刚才那位是太太 来 是 经常 叶总 您是不是心脏不舒服了 我們馬上就到醫院了 沒事 您是不是再擔憂太點 要不我們 閉嘴 我絕不可能擔心那個殺人凶手 您放心 您孫子的女朋友我已經派人去找了 對了 我想起來了 他今天帶一個藍色的髮甲 藍色髮甲 自作作勤的不知我 他心裡只有髮甲 就算他未能死掉 您也遲已髮甲 葉總 葉總 您沒事 回去 快回去 再開快點 是 沈蘭西 你到底有什麼瞞著我 對不定嗎 上下 哈哈哈哈 這有啊 哈哈哈哈 哇 這辣呀 你給我啊 你痛 啊 臭娘子你他媽瘋了 給我來 給我來 我還治不了你了 啊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放手吧 他叫奶奶小雪 他叫奶奶小雪 哎快過來葉總就問你了 奶奶小雪 奶奶小雪 葉總您好謝謝你救了奶奶 你就是小奶奶要救的人 對就是他葉總不是你救了他嗎 是我們的人把他帶到這兒來的 啊真是太感謝你了葉總 您不用客氣 我可以救你也可以救他 但是 不能把你孫子還給你了 我乖旁人 是他命不好 奶奶您別難過了 我會一直陪著您的 你好好休息 有什麼需要 就問我阿嫂 小先生江奶奶 葉總他信了嗎 你說小溪他怎麼會得罪葉總呢 葉總會不會去找小溪的麻煩 您做得很好 您放心吧 只要不在於到耳邊提起他就行了 這樣您先休息 我還要出去忙些事情 你有什麼需要的話 隨時聯繫我 夫人 已經按照您的要求 找了個假的來 葉總也已經相信了 先生是不是已经开始怀疑了 看来这个盛南西 留着也是个麻烦 那您打算怎么对付他 何必我们自己动手 你忘了唐新路程 最是记录的记忆 否则当初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说动他 在他姐姐的车上的手脚 算时间还应该已经在路上 叶显成 现在去了这么长时间 将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你们要干什么 怎么回事 听个解释吧 我只是刚好去办点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阿晨 到底是谁 阿晨 我当时迷迷糊糊的 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你听错了吧 叶总 江奶奶醒了 她就见你 江奶奶 她也来医院了 她见到叶紧长了 糟了 爷子 谢谢你救太后孙子的女朋友 太感兴趣了 你已经知道了 是啊 帝 我 你孙子的女朋友 你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 待会你就知道 帝总 你放開 放開 那幾個風龍問清楚了嗎 好像是那個阿陳欠了這兒跑 夫人正好來找他這才獲利 自己欠了債 居然把女人腿追來 長男人可真是絕配 快去見他了 對 我先走 先走 你到底要幹什麼 你起來敢問我想幹什麼 你害死我姐姐還糾纏錦誠哥 那總算我老輸了 給我告訴他 放開 那些人就在醫院 你就不怕 我知道你真面目嗎 現在是人了 您好 請問這個房間的病人去哪兒 他剛剛出院了 生日去找男朋友 怎麼可能 這個房間的病人是我們太太 怎麼可能去找男朋友 這麼著急去見那個長 列總 請問哥知道這些骯髒事兒 只會髒髒髒眼 你放心好了 這些我都安排好了 錦承哥只會以為你去找你的屁的 你以為你今天還跑得了嗎 我今天就在一起我姐姐 好好給你算一下 動手 動手 根本就不是為了你姐姐 只是為了當葉太太 閉嘴 這東西本來就是我的 這樣 快走 啊 上去見 嗯 你太太本來就是我的 我 還敢嗎 你嘴嗎還敢說嗎 你為了我的 很搪 你 不 這箱子 正在為了 如果你對 Bradley 有 你 沈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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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開門 這個洗手間正在維修呢 要不你們去用別的吧 我找人哎 這裡面只有工人 而且亂糟糟的 你看我這一身弄的哈哈 你看我這一身弄的哈哈 只有工人 哎 這裡面只有工人 而且亂糟糟的 這手機 哦這個是 呃病人 那是什麼病家的手機 呃是您 是我老婆的 那正好 那沒事 你們先回去吧 這還忙著呢 你怎麼知道這個手機 是病人留下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手機 是病人留下的 這裡是醫院 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家屬 反正都一樣 都是要送到師傅招禮宿的 您有什麼問題嗎 葉總 老夫人又繼續 藝藤 你各別別吃了 還敢給我找去 我看你吃的苦頭還不夠多呀 你還想怎麼樣 你不是喜歡拉小麒 Apache嗎 那我就把你的手 Shape 回到我看sche me 要不要 把你 돈給我借醉 不要 啊 怎麼回事 劉靖劉靖 劉靖劉靖劉靖 我到底是怎麼了 為什麼那個女人受折磨 我都會莫名的心痛 是因為你 你 您受傷了嗎 神奇 他好像快不行了 葉總知道了不會生氣嗎 怕什麼 這裡是醫院 叫救護車的時間都沒 聽天歌那麼狠的 就算錦繭哥知道 也不會 你笑什麼 你要真正想 剛剛為什麼不讓夜景晨起來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未必是 ROB 葉景晨卻不喜歡你 你到底想說什麼 葉景晨永遠也看不上你 你 這死了到底在說什麼 孫娘憋著把她弄死了 是啊咱只是叫著了 可別真的愛疼人的 這算沒有我 你也永遠不可能是葉太太 住手 別走 孫南希 月清晨 你來了 孫西 你在幹什麼 我走了 我想給我姐姐抱吹我事不做 住口 你為什麼要質問我 看著我的臉高 你是不是對他動心了 你為什麼要去白雲鎮打聽他的男朋友 你為什麼要扒他的送他來醫院 孫智哥 你是不是忘了我姐姐 你給我閉嘴 你還在這兒跟我說話嗎 你以為你還在這兒跟我說話嗎 畢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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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的 你即算不為了自己想 真是會沒你報告怎麼辦 你說這鬼要怎麼辦 葉景晨 你也覺得我活該是嗎 香水那個阿辰勸來這跑 夫人正好來找他 這才霍連了夫人 自己欠了債 雖然把女人推出來 這兩人可真是絕配 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不是真的要看我死你才開心 我成全意 陳南希 陳南希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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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緊張嗎你沒事吧 你現在不舒服怎麼能跑這麼快 陳南希 你別過來 你給我回來 你不是說我欠你一條命嗎 那我現在就還給你 你瘋了 陳南希 你 你放開 你放開我 花什麼風 你以為 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難過嗎 三年了 我還是忘不了 如果能讓城堡里死掉的人回來 拿我的命患也可以 但是 為什麼死掉的人不是我 為什麼是我活下來 哈哈 我還沒想到 金城哥 你為了他連命都不要了嗎 你到底怎麼了 大概是因為 我瘋了把握 金城哥 我 你不就 在嗎 你怎麼這麼凶我 已經給夫人重新辦理住院 派人好好守著 沒我的命令 任何人無需建議你一致 金城哥 你知道他那樣女兒動心了嗎 你忘了姐姐嗎 閉嘴 我還沒動你 就是因為你姐姐 你給我聽好了 無需再動盛難心 我可是姐姐唯一的妹妹 你怎麼能這麼凶我 葉總葉總我錯了 可以放過我們取家 不要幫我們趕出海城 我再也不敢了 金城哥 你不敢動我 真沒想過要付出代價嗎 葉總我求求你呢 都是信件指揮我們做的 我們也是被逼的呀 你給我閉嘴 葉總 葉總我知道唐玉小姐是怎麼死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啊 我姐姐是衝衝我死的 你不忍耐 湯溪你現在知道怕了 你倒是在你姐姐 當時膽子不是很大 你胡說什麼啊 是不是我撕了你的嘴 是不是真的 葉總 這是他喝醉以後親口說的 今天也是他派我們來教學您太太的 你要報仇你找他呀 別放過我們吧 我以最後一遍 是不是真的 景深哥我想清楚再說 一直都騙我的好過 景深哥我我可以解釋的 真的是你 是你害死的小月 景深哥 夜總 景深哥 景深哥 全部都是因為你 我只是因為太愛你了 我都是因為太愛你了 所以我才 清真哥 如果能讓車庫裡死掉的人回來 那我的命患也可以 為什麼死掉的人不是我 為什麼是我活下來 原來害死小月的人 乾淨得很 最重要的是 不能讓他知道 我們設計那場車禍 是為了江城 先生一直以為 江城是溺水而亡的 應該不會發現 還好我安排得全面 景深要是知道 他能活下來 是以別人的性命為代價 我怕 他真的受不了了 人呢 咦 夜總 您已經在這三天了 要不要找人送你回去 管人說去 是 这也难免的辗转 笼着真实的冷汗 别喝了 心肝会受不了的 这么多年的苦 还没受高 为什么还在找我 欧山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爱你 别说我爱你啊 你爱我 唐欣也爱我 你们都爱我 然后一起害死了我最爱的人 你刚刚说什么 你可以走了 别喝了 心脏会受不了的 我送你回去 走 你到底是关心 还是关心这颗心脏 有区别吗 别演了 再演就像真的 你可以离开 我会嫁到你 我的意思是 我让你走 我放你自由 我这辈子 都不爱你 我看得到你 我 теп 我 我看得到你 我的意思是 我看得到你 我看得到你 你是在吃饿 如果在我们 都不能因此 我看得到 你 我看得到你 我看得到你 你 这么晚 行了 把心情湯喝了吧 我也好受一点 昨天让你走 为什么不走 昨天不是说了吗 别用你爱我那套鬼话来复印我 我以前觉得你是为了情 但现在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沈南希 你留在我身边 到底有什么目的 进来 先生 谢先生来了 让他在书房等我 是 谢盈 叶锦诚那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 叶锦诚突然找他干什么 叶锦诚 坐没坐下 这哈哈我一直都是这样 你第一天认识我啊 哎呀说吧什么事 让我连夜从国外赶飞机过来 这么严肃干嘛 帮我查一件事 什么 你说唐欣在唐月的车上动手脚 他居然害死了他的亲姐姐 就为了当叶太太 唐欣现在在哪 他还活着吗 我暂时还没动他 没动他 这不像你的风格 照你的脾气不是早就应该把他 千刀万剐了 杀了人 之后完善的这么好 连我都被骗了 你觉得光凭他一个人 能做的这么好 你是说 这件事 没那么简单 叶锦诚这两天怎么这么犯长 还找谢盈是为什么 你爱我 唐欣也爱我 你们都爱我 然后一起害死了我最爱的人 喂 丽薇 我想见你 发生什么事了那些 我觉得 阿诚那场车祸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你现在过来吧 我在灵湖酒店 好 我马上就去 灵湖酒店是吧 喂 唐小姐 太太刚刚出去了 好像 约了什么东西去酒店 那你怎么不让肖泽去找 唐欣这件事 我一直没问他 之前都是让肖泽去查的 你怀疑肖泽 进来 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啊 我现在就去查 哎叶总 您找西先生干什么 之前不是答应江奶奶 帮他算他搬一场花姐吗 阿诚你去吧 你找我什么事 哦 我刚刚看到夫人出去了 好像是约了连一位先生 一起去 请进 杨夕 你电话里什么意思 沈南希 你大白天来见金府 就让我帮帮你好 等一下 哎 唐小姐 这 闭嘴 你要是敢说出去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是 送进去吧 你最喜欢的巨画展 谢谢 对了 最近 有一个姓谢的先生 要给阿诚去办一场花展 你要一起去吗 真的 行的 这个事上 除了我们跟江奶奶 还有人记得你 我当然得去 好 我 安心 安心你怎么了 我的疼 头 当然好晕 怎么回事 好像 好事 这茶水 叶总 您大餐公里 我们酒店真是 蓬毕生辉了 盛南希在哪个房间 盛南希 我太太 在哪个房间 那人锁了 有人吗 有人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冷静点 南希 南希我喜欢你 从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 现在 阿诚死了 叶姐说那也只会 只会在这儿王家只有我 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冷静点 你放开我 这都是他们生气的 你冷静点 南希 南希 请 我很清醒 南希 我说这就喜欢你了 我两个一次机会好吗 南希 南希 你冷静 南希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这下我看你还怎么久了 别打他在里面 在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有人给我下了药 我今天 有了朋友来这里谈事情 可是 朋友没有等到 去别人下了药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这样 才能保持清醒 他们还把门反锁了 你要是再晚来一步 才能看到他们安排的肩膚了 你约了什么人啊 要来酒店谈食 这是普通朋友而已 静川 你来了这么巧 就好像 有人刻意引你来似的 叶总 还是先带夫人去医院吧 走 你放开我 叶总 静点 放开我 我 我 那些 对不起对不起 行李不是多见 我们被人逍遥 没有被锁了 不出意外的话 有人马上就要带着叶锦城 把这里捉剑了 你的意思是 有人设计线 那现在怎么办 不设计线 不设计线 我 快 没事 没事 怎么回事 我这次差点被你害惨了 你根本不是上来线的对手 是 不设计线 我 不设计线 我 不设计线 我 我 不设计线 我 没想到你 不设计线 李偉你沒事吧 我沒事那些對不起今天我別說了 這件事情不怪你那 明天的話展我當然得去 拜拜明天見 你老婆這要去哪兒 去見林立威 林立威 就是那個一直喜歡你老婆的高中同學 哎你可真大方 不讓他們見面 怎麼知道昨天 他們在酒店密謀什麼 林立威昨天也在酒店 林立威昨天真的在酒店 你就不怕他們不可能 他們是高中同學 要在一塊早就在一塊 皇旗 盛南希根本不會離開我 那你又說他留在你身邊別有所圖 盛南希 為什麼我有時候覺得你在乎的人是我 有時候又覺得你愛的是別人 喂 你想什麼呢 被我說中了 閉嘴吧 畫展準備的怎麼樣了 哎 我辦事 你放心 啊對了 我辦展的時候發現你的那副一生一世 其實有兩副 兩副 對啊 你的那副叫一生 還有一副叫一世 我已經派人找到了 明天就送到展裡去 什麼 去個畫展 哎 去哪兒啊 去畫展 找我老婆 這真的是好好的 阿絮 別難過了 有人記得阿車是好事 我們去那邊看看吧 這話怎麼會在這裡 你 一位 一位 這個畫展是誰辦的 我辦的 我辦的 靜城 你怎麼來了 我還沒問你呢 你為什麼跟他一起出現在這 我聽說一生一世的作者 辦了畫展 你知道我很喜歡他的畫 西 接耳邊 編建成 小溪是我帶來的 你有什麼衝法 你放心 你的帳 會慢慢給你算 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 我在跟我的老婆說話 靜城 畫展是我要來的 跟你因為沒有關係 真的只是來看看花而已 我昨天晚上 也是在看看花 烏男寡女共處一室 我不拆穿你 當我好戲弄 現在 給我一個解釋 或者說 給我一個放過他的語法 他到底在瞞著我什麼啊 葉建成 你別逼他 我出去 是不是 等等 放開放開 建成 這件事情 和我高位都跟別人沒有關係 你放了他好不好 那就說實話 我說的就是實話 這裡這麼多人 我們能做什麼呀 我問的是這個嗎 建成 這幅畫的作者已經不在了 已經不能會了你的畫了 你為什麼這麼在意 這個作者的畫 你認識他 這是幹嘛呀 看看畫展搞這麼大的動靜 好好了 既然來了畫展就好好看畫吧啊 哎看看我這幅 跑步也才弄到的 我都還沒看了打開打開 哦 這兩幅畫 原來是一對啊 哎緊張 這幅畫的作者是不是就是給你 移植心臟那位 我聽說這畫裡的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 長得還挺好的 就是看著有點眼神 好像在哪見過 別跟我說 還有什麼雙胞胎姐妹之類的 說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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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所以 他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阿辰 我移植了他的心臟 所以你留在我身邊 就是為了這顆心臟 是 替身文學 是文西 我真是小瞧你了 檢查別碰我 安心 雨嶼檢查 欺負女人算什麼本事 讓我欺負你行不行 給我逃 別打 我給你 你沒事 沒事 我沒事 你別救我啊 都怪我 不 這是我自願的 相信我 阿辰也不願看到你親自這個樣子 對嗎 夠了 換男夫妻啊 要不要給你倆把個獎啊 你們兩個 一個天天把我當替身 一個天天為我老婆轉 跑到什麼 你謝金城 就算師父對不起你 可是這三年你要報復你也報復了 你該想怎麼樣 好 那怎麼樣 把這話燒了吧 燒什麼 我說把這話燒了 這裡所有的話衝動給我燒呢 哎 建成你別衝動 這些話都是好東西才弄來的 花了好多錢的 警察 我錯了 我求你 你別這樣行嗎 你別這樣 你什麼聲音求我 葉太太 還是阿辰的女朋友 我真的要受 你 你還真是花主人 可我也是你的妻子 小溪 你還真是花主人 可我也是你的妻子 小溪 小溪 奶奶 您怎么来了 叶总我是听了您的吩咐 才带江奶奶来看那孙子的发展 小溪你怎么了 叶总 是不是小溪又惹你生气了 我带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江奶奶 她才是你孙子的女朋友 您为什么骗我 看来小溪是这么多罪了叶总 小先生是瞒着叶总告诉我的 我可不能害了人家 哎呀 我老糊涂了记错了 叶总对不起 没关系 叶总 小溪是个很好的女孩 她是我孙子 这辈子最爱的人 你能不能看在我孙子的份上 别跟他计较了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把林先生送出去 啊 哎 哎 这人怎么这么熟悉 是立位吗 不是 你看错 也错 老婆 谢谢你为阿诚办这个画展 这是阿诚最大的心愿 是吧小溪 你不用客气 我老婆 也非常喜欢你孙子的话 你老婆 叶总 你年纪轻轻都已经结婚了 是哪个女孩这么有福气啊 我老婆 特别的爱我 死也要留在我身边 特别关心我的身体 尤其是 是 可别关心你孙子的心脏 够了 来来 既然都来了 不如就好好欣赏话吧 我有点不舒服 就想回去了 好好照顾一下你们 是 你还想怎么样 这么怕姜奶奶 知道你就是我老婆 还是 你觉得很难看 你什么都不懂 还有多年 啊不愿 就在前面 买个外套 你什么都不懂 还有多年 小西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我 小西 刚才去洗手间了 我们正准备走 是 马上准备走了 江奶奶这边 警察 警察 我家 怎么 我亲自己老婆 有这么见不到人吗 你真的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喂 我到底是怎么了 你什么那个女人受折磨 我都会莫名的心痛 原来 一直都是她在心疼你 哎呀你说你好好的一个画展 啊 就这么完美的落幕了 哈哈 这一切都要归功你 你叶总的 一致千金啊 我感觉你老婆也挺满意的 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哎呀别不高兴了 这谁能想到给你换心脏的那位 是你老婆的前男友 是你老婆的前男友 说反了 是因为我医治了她前男友的心脏 所以她才称了我太太 小平啊 你今天这么失态 究竟是因为盛南希骗了你 还是因为盛南希嫁给你的动机不纯呢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不怪难怪你老婆对这个事情这么窄业 他们出事的那天好像你老婆也出了车祸 他们应该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她是怎么死的来着 说是你谁 监言勇为 还真是个好人 怪不得你老婆对她念念不忘 说起来确实可怜 现在江家只剩下江老太太一个人在世 不过 怎么了 江老太太很奇怪 上次她骗我说 另一个女孩是她孙子的女朋友 今天跟我说记错了 这种事怎么可能记错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就行了 这个时候 萧泽应该在送江老太太回去的路上 我打给她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江老太太已关机 难道 江老太太家 没有信号 好了 这件事情我会帮你调查的 你跟南希好好聊一聊 我走了 我 你怎么在这里面待了那么久 心臟會受不了的 別喝了 心臟會受不了的 原來我才是個笑話 你說什麼 我是說 既然你這麼擔心我 要不要 一起洗 怎麼了 不好嗎 你就把我當成阿辰 好不好 進場我 為什麼 你這麼好嗎 我不該恨你嗎 我最愛的是因你而死 可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 一絲又一絲的為你心痛 這樣也好 小月的死 有你一分 也有我一分 我們這輩子 就這樣互相折磨下去 我剛好 你说什么 那场车祸不是意外 所以你的意思是 当时是唐欣 在唐月的车上动了手脚 你爱我 唐欣也爱我 你们都爱我 让我一起害死了我最爱的人 老振 原来你只是别人的富家伤害 你还敢来 锦诚哥 我这次过来是想向你道歉的 希望你能原谅我道歉 你觉得我会原谅你 锦诚哥 凭你在海城的地位 你想对我动手一如反掌 可是你一直没有动手 说明你心里还是舍不得我的 其实 我一直都非常后悔 我当时就是一时糊涂 所以你一直没有动手 这才会在姐姐车上动手 住口 你觉得我不动你 就是原谅你了 滚 以后不许再踏进叶家一步 唐小姐 你 你怎么跟鬼一样 在聊什么呢 你什么东西 你敢关我和锦诚哥聊什么 是在聊你杀人的事情 你想说什么 是你 设计了那场设计 是不是 是有的 干什么给我 实在是你放了 你你要杀我 你不杀 放下 给我放手 小姐 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是他设计了那场车祸 是他害死了你的爱人 你就打算这么放过他 啊 当初你说我是凶手 对我又是折磨又是羞辱 那现在呢 真凶就在你面前 你为什么要放过他 就因为他那张脸 是 但是你留在我身边 不也是为了这颗心脏吗 有什么资格评判我 叶静春你给我听好了 就算我是为了这颗心脏 我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是他 作为这场车祸的罪魁货手 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我会惩罚的 但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 而且我的感受 你又怎么知道 谁说我不知道 你找车祸 死的不只唐苑一个 是 你什么意思 太太老夫人请去一趟 告诉夫人 他在忙 先生老夫人有很重要的事情 妈找他会有什么事 老夫人太太来了 媽 您找我 南希啊 你嫁進葉家這麼久了 檢塵一直欺負你 我都看在眼裡 以前那覺得你們還能和好 現在看是不可能了 來 你把這個簽了我做主了 啊 你要我跟檢塵離婚 是啊 他這麼對 我實在是不能再縱容他了 你放心 該給你的補償一分都不會上 媽 對不起 我不能跟他離婚 我答應過阿辰不會離開他 不能跟他離婚 到底是因為他還是他的心臟 媽 你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 是我告訴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才不同繼續 待在檢塵的身邊 必須離開 可是媽 你有沒有想過 我讓你自己離開 對不起 我 這次我不能批 你先別急著拒絕吧 因為這 姜姥姥 你抓了姜奶奶 你為什麼這麼做 他的孫子可是救了你兒子的人 你放心 我只是邀請他來做 如果你執意不肯 我恐怕 就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你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南希啊我也不想走到這一步 但是施萬囊的母親 是不愛自己兒子的 他本來就有心臟病 情趣不能那麼激動 在他身邊 就像一個定時炸彈一樣 你也不想讓江辰的心臟 再次受到傷害了 是不是 怎麼樣 有什麼特別的嗎 從你家出來之後就去買東西了 但是一點兒也 沒影響心情 繼續跟著 一定要查詢 唐欣背後到底是誰 誰是我不知道 那場車禍 死都不止唐月一個 哦對的 再幫我查一下 那場車禍 除了唐月 還有誰是受害者 不是只有唐月一個人嗎 難道還有其他人嗎 跟我媽聊完了 那就繼續我們剛才的話題 那場車禍 還有誰是受害者 那場車禍 還有誰是受害者 醫生說了 他的情緒 如果再這麼激動 恐怕真的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 你在他面前 絕對不能再提你 前面有一個字 那場車禍 難道我不是受害者 這三年你是怎麼對我的 要我一件一件說跟你聽嗎 明明唐欣才是那個罪魁獲手 唐欣我早晚會處理 我媽跟你說什麼了 你媽說 要我們好好相處 就說這個 所以 所以 我們就沾一條 好 好 多诶 路上 教練怎么都没有客人 我叶锦诚的太太过生日 当然得报偿 你怎么知道 我是说 你之前不是不在意吗 不是说好了休战一天吗 也许我 今天在业 明天就忘了 对不起唐小姐 您不能进去 为什么不能进 叶先生包场了 给叶太太过生日 什么 叶太太 盛南希 他竟然给盛南希过生日 我老公已经包场了 你这都能进来 真有本事 不知道是谁有本事 杀人凶手 还能让锦诚哥给你办生日会 杀人凶手 我们两个 到底谁是杀人凶手 是我动的手脚要怎么样 你有证据吗 就算锦诚哥知道了 他不还是舍不得我 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要是失去点就自己滚 我既然能对我姐姐动手 我也能对你 你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没了帮手 你也不过如此 你敢这么对我 就不怕锦诚哥 是你杀了他的爱人 你觉得他会护着你吗 那他为什么不会姐姐报仇 可终究还是爱着这张脸啊 是吗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我带来去西游间这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 刚刚好像看见唐小姐也进去了 应该再和太太说话 你说唐欣 安欣 静诚哥 他画上了我的脸 没事吧 发散弄脏了 我再给你买一个 叶总 这是 我包了整个餐厅 为什么还有不相跟的人出现 对不起叶总 对不起 我不希望再看见不相干的人 静诚哥 唐小姐请你出去 放开我 唐小姐请你出去 小姐 你这伤要送你去医院吗 我去医院 去另一个地方 他去了夜郷 他去了夜郷 他去夜郷还能见谁 我知道了 继续盯着 先不说了 我要忙了 你不是在吃饭 忙什么 忙着陪老婆 我去夜郷还能见谁 我知道了 这首曲子很适合跳舞 如果你不会的话 我可以 谁说我不会 这是我最喜欢的曲子 这也是你特意准备的 还是强好 你喜欢就好 可惜 他没我拉的好 你倒是一点都不谦虚 什么时候 专门为我拉一曲 好啊 等下次修正的时候 有花 生日快乐 小心 谢谢你 好漂亮啊 你要是喜欢的话 明天生日 我专门给你放一场 这场烟花 让你想到他了 是不是 他不是 还欠你一场烟花 你怎么知道 他告诉我的 他求我 替他还你一场烟花 我答应他 就当还他一个人行吗 哎呀 好了好了 我让人查的 让我再听一次 他的心跳 好不好 最后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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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打赞 你早有打算 你想去 圣诞夕 你瞧听他没有 你一大早猛猛壮壮 就是为了找他呀 你不用找他 他已经死了 我也不允许你再去找他 是我老婆 我一定要抓到他 可是他已经要跟你禀婚了 你怎么知道 是你让他走了 没有你管 建成 你一直不是很恨他 在爱他 我不允许你再去见那个女人 我的事 我自己决定 建成 老夫人 唐小姐说的没错 先生好像真的爱上太太了 这样下去 如果他们知道 当年车祸的真相 这 老夫人 你快管管景成哥吧 他现在被那个狐狸精 迷得晕头转向呢 景成哥 是早要死在他手里 盛南希 你不用不得 你马上打电话给小泽 一定要在景成之前 转发盛南希 是 叶总 我们现在去哪 他朋友不多 先一家一家去找 是 等等 去灵湖酒店 你确定先住在这 为什么不直接离开啊 我得留下来 找到唐星杀人的证据 你放心 叶景成找不到啊 那好吧 你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得回来了 你没干什么 太太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叶总您来了 盛南希 对 淋漓未定的那房间 快快查 林先生客房的那位客人 不是被您的人带走了吗 我的人 他去了夜角 去夜角还能见谁 可是他已经要给你清真了 你怎么知道 是你让他走了 夜景成呢 他人在哪 你不用找他不在 妈 叶老夫人 你不是说 只要我离开夜景成就可以吗 现在为什么又要把我抓到这来 今天早上 他竟然为了你 顶撞我 以前就是唐玉在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样顶住 你知道吗 他现在发疯你在找你 你想说什么 只要你还活着 我儿子 就永远不关手 你妈早上出的门 看方向 应该是去你家城北那套别墅去了 你不是去找你老婆吗 怎么又问起你妈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留在夜景成身边 会让他不得安上 倒是因为江城的心脏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这不惜啊你知道 总之 你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想杀了我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 为什么会这么恶毒 你现在知道 你不 那夜景成知道吗 你这副恶毒的嘴脸 你知道什么 我从我儿子 我什么都做不出来 我放 你干什么 你放开 你要是杀了我 夜景成你会原谅你 你就不怕打开你一辈子吗 他不会 因为我根本会让你知道 你是怎么死 九三年前 三年前 三年前 那场车祸 是 是到如今 告诉你 就是 是我 是我 又到了唐心动的时候 为的就是你前男友那颗心脏 今天 我就送你去见你的江城 住手 警察 警察 是你害死的江城 为了让我活灭 警察 你听我说 是你 是你强奏了他的心脏 警察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你一直让萧德监视我 我就不能让人监视你吗 警察 你听我说 说什么 说你怎么害人的吗 不起 以前我一直很敬重 直到今天我在彻底看清你 我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我做这些气 他倒是为了你啊 别打着爱我的民意害人 而且害的都是我爱的人 以前是小月 现在是他 就是因为你爱他 所以他必须敢死 你是叶家的敌人 你有先当努力 这个女人在你身边都会害你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与你无关 以后我所有的事都与你无关 我们走 你有没有受伤 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阿诚的死 真的不知情 阿诚的死 你真的不知情吗 如果我发誓 说我真的不知情 你会信吗 你叶锦诚会在乎一个毫不相关的人的生死吗 是 就算我真的不在乎江城 可那辆车里有唐月 我不会拿唐月的生命开玩笑 我忘了 那场车祸 死的还有你的爱人 是 你当初认为我是凶手 要让我一辈子都不好 那现在呢 你打算怎么处置凶手 我说过 会让唐欣付出代价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唐欣 我告诉你 不只是你吗 还有你 也是杀人凶手 你打算怎么做 我向你们付出代价 没有超级 Ottawa 宝贝就像 6 multipl ruled 4 5 5 小心 是你吗 阿辰 阿辰 你醒了 医生看过了 说你没事 你让我付出代价的方式 就是要跟我同归于尽 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只要能让你妈痛苦 我怎么样都不送给你 可惜了 这么好的机会 我还活着 不仅如此 你还得一如既往陪在我身边 你干什么 你不是说 我们结婚这么久 一直不可以给你买戒指 我用这条手链代替 好不好 什么别人送的 我只是带习惯了而已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不是没有戒指吗 你现在做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 我知道 你不会摘下他送给你的戒指 不过没关系 他的心 在我身体里面跳动 他送的 就是我送的 我 你有什么资格跟阿诚相提拼吗 你知道你不会原谅 我当然不会原谅你 就算你把我留在身边也没用 除非你把阿诚的命还给我 我让他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不用找麻烦 我现在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来 给你的阿诚报仇 你以为我不敢了 那就来啊 你怎么要 你怎么要 阿诚吗 你这个风景 太太你醒了 再对我吃 你接下来吗 一天之内 那我说你跟这个医院有缘是不是 一天之内 撞车来一次刀伤来一次 不过要我说 我说你老婆我也疼 那些话没人把你当演吧 让你查的是怎么样了 是不是 我可是当牛做马的给你做了不少事 你还好好不逗你了啊 香奶奶我已经把她送回家了 还有那个肖泽 你也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把她赶出海城了 我不知道她为了你干了那么多事 你真是这么少侠如情 不想你的风格啊 我是很想把她解决掉 但是话说回来 她的确是我妈的人 不然我自己说 没有早发现 那是因为她之前是按照你妈的吩咐 真心的在罢 你当然发现不了啊 哦对了 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我 成功那块地 就在刚刚 被林氏喜悦拍下来 而且价格就比高了 林氏 林氏 林氏威的公司 正常来说 竞标的价格不可能这么强 除非有人知道你的组织啊 知道啊 这件事我自己处 你早算怎么处理 当然是找的内鬼 严加处置了 林夫人 我先出去 你怎么来了 你都伤出这样了 我这个当妈的能不来吗 我说的话 你已经在听了 你想让我处理谁 你想让我处理谁 还能是谁 当然是叛徒 就是伤你的那里了 你是我自己伤了自己 你是让我拖着自己吗 不建成 所以你伤了我还无一刻起 就没有资格对我发好使命了 进程啊 你以前从来不正常说 你知道 都是圣兰西洋女人 害得我母子离心 你知道 没有资格对死他 没有资格对死他 停不下去 进程啊 我也是没办法的 你的心脏特殊 只有江城的心脏刺激了你 我做的这些事 哪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为什么把唐月也算计在里面 那都是唐熙 够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 是为了控制我 再也不会受你白痕了 建成 帅哥一个人多无聊呀 陪你喝一杯好不好呀 不行 我老婆知道的 会生气 哎呦你对你老婆还挺好的吗 是吗 可他不会这么想 沈兰西 我儿子还在医院 竟然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 我不只会喝酒 而且喝多了还没撒酒疯 你能帮我怎么样 可惜啊 你都算恨死我 你得天天看到我 这个不能怪我 是你儿子 我真有也不想 我真的好奇 你害死了两条人面就没有一点点愧疚 哈哈哈 人不畏己天诸酚 更何况我是 Bravo 你就不怕东窗事发 是我法律的制裁 法律的制裁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動手 要制裁 也是制裁他 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是你事先規劃了路線 才平等重新動手 要不然 唐月的車怎麼會那麼巧 剛好撞到我們江城的車 哈哈哈哈 要正經嗎 要怪 不然也只能在床心自己吵 實話告訴你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想 但凡警察 要是對他動力一點心思 我就會讓你治療 和感受 不過沒關係 從現在開始 我比你更好 你那麼心情 那我就讓你親眼看吧 就是一個緊握傷害 敢有什麼不敢 他用我 就有心情 又傷害他 應該不是什麼沒事 你都聽到了嗎 去警察 老叔 乾孝 不敢 那個女人 不會 天花 でも 你 他身體不好 葉晶成 你又沒在聽我說話 傷好了好了 可是你好了 我還沒有消氣 走吧 只要你不離開 你想怎麼樣都可以 你走了 去休息吧 去休息吧 差不多了再演下去 就像真的 屁肖了嗎 我媽都要被你欺個半死了 你剛才那麼配合我 不僅僅是讓我消氣 你也想報復他 他同樣也害死了你的愛人 所以 在讓他難受這一方面 我們也算目標一致 所以 其實你心裡知道 我也是受害者 所以你心裡其實知道 我也是受害者 你才是這場災禍的源頭 也是獲利者 你有什麼資格能成受害者 無所謂你怎麼看我 我給過你機會 但是你沒有傷死我 就得繼續留在我身邊 當好你的葉太太 哦對了 明天陪我去一場慈善賣會 老婆 葉總你來了 對啊 你也是 夜太太也來了 平時很少見夜總 帶太太出意這種事 是啊 夜總要帶太太出來作動啊 不然別人還以為你們感情不好 我們感情確實不好 我太太愛開玩笑 我們感情一直非常好 我會償帶你出來的 小謝你來了 你怎麼樣還好吧 我太太一直非常好 不老林希致微信 葉太太和連續認識 只是普通的高中同學 是非常要好的高中同學再要好 也只是同學 平衛 聽說昨天競標會上 你拿下了東郊那塊地 真是恭喜你了 謝謝 這還多虧了葉總成就 是啊林先生 恭喜你啊贏了夜市 就一塊地而已 不過 其他不屬於你的東西 就別妄想 差不多要開始了 老婆我們入宿吧 啊不可以開始了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今天的慈善拍賣會現場 現在就開始我們的第一件拍品 這麼快你封不住 你聽好了 我可以容忍你胡鬧 但不能容忍你跟其他女人一起胡鬧 你不住 林林林先生 老公 你會手錶而已 你不會介意吧 當然 麻煩給林先生 花的好看一點 一定一定 對了 我剛剛才知道 今天是慈善拍賣 既然這樣 我也想捐這東西 表表心意 葉太太想捐東西 那當然可以了 那您想捐什麼呢 就我手上這條手链 怎麼樣 葉太太要捐的東西 肯定價值不菲啊 竟然葉太太這麼有心 既然我自己這麼有心 那我這個做丈夫 當然要支持一下 我剛好有個畫室 前段時間 剛辦了畫展 雖然作家不太出名 但總算一份心意 你說呢 老婆 既然沒什麼意見 那我待會就讓人等等 我才想了一下 畢竟是我老公送我的東西 我還是留著怕 也行也行 既然我夫人都開口了 那我待會兒 就讓秘書直接捐一筆慈善捐款 真是太感謝葉總了 哎呀 葉太太可真幸福 是啊 葉總對太太可真好啊 今天讓我丟這麼大的臉 怎麼好像比我還生氣啊 丟臉 丟什麼臉啊 按著那麼多人的面 故意送你一粒為手錶 這麼大一頂綠帽子 還不丟臉 不好玩嗎 別人如果也這麼想 你也很難看 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好嗎 對我有沒有好處不重要 對你有怪處就行 你要是覺得不對 那我不介意你 真的跟那位做出了什麼事情啊 那我會讓整個臨時都消失 你要不怕連累卡 就試試看 那我就換一個人 是誰動作 你看 你看我敢不敢 最近你還會想起他嗎 你的湯圓 昨天晚上 你還會想起他嗎 他就看一笑 你呢 唐玥有在你的夢裡出現 看來他沒有了 他是不是知道 你變心 還成天 還是說 他知道 他的死 其實就是為了讓你活命 他遇到你 原本以為遇到了真愛 可是沒想到 卻是他的催命 爽 爽 你的母親策劃 他的妹妹動手 他們一起殺了他 可是他們都是為了你啊 怎樣 你能受嗎 你慌慨嗎 這是槍 我 他 自從葉家把車禍的責任 都推到唐薛身上之後 警察也一直在找他 不過還是被我的人 先發現他的踪擊 要我現在通知警察嗎 現在不用通知 你讓我再想想 這陣子 有事嗎 進了也進醫院了 是不是因為你 就是因為 怎麼樣 可惜 你拿我沒辦法 現在我就是你兒子的命 我之前那麼對你 是我不對 我让步全力肯 好好地跟 请着过日子 我保证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为难你 不会再为难 你是不是搞不清楚状况啊 我们现在 是谁不放过谁 你之前 帮林氏偷夜市商业机内的事 我已经拿到证据了 随时可以送你进去 好啊 那就行了 要不要 我记得这个电话 你猜 我进去多久 业绩成立高处 你想怎么业 别够想怎么样 就是单纯的想 你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我 只要你能放过来 怎么承判我都可以 随时我杀的 你就冲着我来 我现在就是这样 我爱你 爱过都是因为爱你 你真的忍心 你忍心 让他去死吗 他爱我 是因为他移植了我爱人的心脏 不是因为他是叶锦诚 就算是因为讲迟的心脏 是江城 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东西了 你 这人心情是毁丢的吗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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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忘了 不知道错还有什么用 哈哈哈哈 不行 我一定要让他受到惩罚 怎么了 李维 我想好了 在通知警察之前 先安排我跟唐辛健一面 还什么猫猫躁躁的 你下去吧 到底怎么了 妈 妈 她 她又闹手了 她出了车祸 妈 你打算了 我 我 剛剛警察局传来消息 凶手已經找到了 是唐欣 什麼 唐欣把他撞死了 我只是想讓他去告發他 沒想到 真是謀言 我把他死 跟你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你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可能沒關係 怎麼樣 當喪家之前的感覺好說嗎 不是你把我害成這樣 你還敢出現在我面前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 你能親姐姐都下得去手 沒有今天都是由你該 總算是死了 我要讓你變了 就你這副樣子 他想著害我 我都能找到 警察找到你 這是執宰的事情 你今天過來就是看我笑話的嗎 一半一半吧 看在你快要坐牢的份上 我就大發慈悲 告訴你我家事情 法律的制裁 我從頭到尾都不用動我手 動手的是唐欣 要制裁 也是制裁他 跟我有什麼關係 實話告訴我 我從頭到尾都沒打算讓他進門 但凡景晨要是對他有點心情 我馬上就讓景晨知道他帶了手 你可真厲害 那是他的報應 也是你的報應 不是本心 你只把我殺了你 是本心 你只把我殺了你 那你就能殺我 那是什麼意思 就軟了 是 是他在保護你 是 是 什麼 是 怎麼回事 他之前身體不一直很好嗎 他身上本來就有技術性 加上今天摔了一下 想想办法 手术或者保守治疗 她的年龄太大了 现在做任何治疗 都没有什么用 等等你醒醒 我是小夕 我来看你了 小夕 小夕了 我来了 乖孩子 不哭了 不哭 耶稣您来了 是我 奶奶 您怎么一起来了 耶稣 是你把消息送来的吗 谢谢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 你是好人 不用麻烦了 我年纪大了 不中用了 现在 最放心不下的 是消息 奶奶 你一定会没事的 别走 我要是以后不在了 麻烦你 照顾照顾 小心啊 这孩子 在这世界上 也没有其他亲人了 小心不哭 奶奶是去找阿诚 阿诚是奶奶唯一的孙子 他走后 奶奶过得也没啥意思 奶奶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道歉 阿诚出生 是意外快乐的别人 我还要感谢你 因为你 阿诚 阿诚就还在这世上 你一定要保住身体 就算是为了阿诚 还有你 小夕 一定要好好的 好好的 奶奶 奶奶 上 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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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了 是我们叶江对不起 有时候不告诉他 他有权取了真相 知道了 这会更痛苦吧 你们离婚吧 从今天开始 你自由了 奶奶奶奶 喝酒了 你不是离开江城了吗 你还敢出现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帮我向叶总求个情 让我重回叶市吗 那是你救援自去 更何方叶景春 没有对你感觉上去 比起唐欣跟叶夫人的相聚 请下 太太 我当初也是听了 老夫人的那些吩咐 才会做那些傻事啊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 离开叶市之后 我之前欠的那些钱 都还不上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您太太 我知道叶总对您非常重视 只要你很开口 他一定会让我重回叶市的 我跟叶景春已经离开了 他不会听我的 而且就算他会听我 我也可能能帮你救情 也好自为之 那你是一点旧情都不顾了 我问你有旧情吗 当初唐欣欺负我的时候 你这样子就变了不客气了 我这辈子 都不会厉害 我没忘你机会了 骗子 啊 啊 林先生你不能进去上 叶总对不起我拦不住他 下去 是 叶景春 你把小七藏哪去了 他也就离开叶总 你问我要是 我真高兴 从那开始我就打不通他电话了 他不在这里怎么可能 再说最后一遍 我已经 你打通他电话 就你不可能 就你不相信 你你知道吗 我怎么相信你这个啊 我不把小七交出来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也起来了 你是不是 你没必要再联系了 说什么啊 喂 叶总 是我小泽 你老婆现在在我手里 不想你死 就让爸说 他叫了圣南兴 如果你真的绑叫了他 那他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我和他已经留 而且 我妈的死也是他一手告诉我 你说你妈的车祸 是他干的 是什么东西 看不出他 没想到 你拿这么多预约 也会因故意 所以 你觉得我会为了一个仇人 受制于人吗 而且我得感谢你 帮我报仇 啊对了 我现在就报警 好 叶总 你真的不在乎他不是吗 那好 我改变怎么样 不少 但我要看看 叶总 你逼我 你干什么 又哈 紧张啊 你不是说 不许碰他 到底是谁帮我家小西啊 我别把他小学 小子 之前的秘书 跟我走 啊 到底要做什么 我说 如果想让胜养急出事 就照我说的做 快上车 夜行车 还是你再回 我以前就觉得 他对你回应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放心 我只是球赛 我又跟女工一样无仇 是不是 是不是知道你要到前 你怎么办 那 肯定没那么容易 什么意思 我只是说 我伤害你 我又没说话 我看夜景成 跟你这么紧张 你就是 你 只要我把你 攒在这手里 我要多少 我就会给你这么烧 我下辈子不是不用重了 哈哈哈哈 夜景成什么样子的人 你不是我知道 他不会认你白个人 我们试试不就知道 你发现 为了钱 我也会 不认为你 来 去 去 去 我不吃 我有他们叶家人 我不吃 他们可是害死你爱人的凶手 我这么做 也是在为你报仇不是吗 叶总 来的挺准时的 看看 我说什么 就一个人来的 快 你 还有我 你怎么要来了 小夕 我实在放心不下 你就去找到夜景成 没想到 我不是说了只需你一个人来吗 谁让你把他带来的 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他不要干了 我要那什么办法 小夕出事情 我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的 有你什么事 不是你老婆了 你们马上就要离婚了 马上离就是还没离 二手告诉你 你想跟他在一起吗 你做梦 你是不是在 你怎么能出耳饭耳呢 你本人才没事 跟我有个人 你要不要理 说到不要理 我哪比得会 不是喜欢学习 但是我没逼他做我 他不愿意的事情吧 而你呢 你还能干什么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再管个房子你 哥儿 你说够了没有 再他妈敢背话 老子现在就撕票 等等 钱已经带来了 你现在要杀了他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你现在放了消息 我把钱给你 现在把钱 好我给你等等 钱给你了 你不放人 你没有资格逃下回家 现在把钱给我扔过来 广州不介意在你老婆脸上滑几刀 我已经不是那老婆了 别走 好 我把钱给你 你先放了他 不行 先放人了 我再把钱给你 叶俊成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就小心啊 别走 他可是我老婆 是你老婆他自己说的 只要一天没理你问证 他就永远说了 而且你问他 当初是咖啡要跟你等会儿呢 而为什么他嫁给你 你心里没有数吗 要不是你这颗阿诚的心脏 他会嫁给你吗 我好歹有阿诚心脏 幼稚 整天当天狗还在这正常自喜呢 你真搞笑啊你 什么 我跟你没法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还救不住他 你没事吧 你耍我是吧 我的 晋诚 阿诚 混蛋 这 晋诚 你好久没这么叫我 叶太太您不能进去啊 叶太太您不能进去啊 谢谢 别担心 应该不会有事 他进去之前 让我把这个给你 你走好这天 还那么烂 签了你就自有了 我相信他手术结束了 确定他没事再说了 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他 就往你签了之后立刻离开 并且以后没有事的话 就不要再讲了 嗯 我最怕这天 还那么烂 你走以后又好像什么 都没改变 笑着说再见 背过声 说抱歉 你听不听的钱 我还能不能进去 笑着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要不跟我一起出国吧 你让我再想想 我怎么样 你总算摆脱了叶景冲的控制 是吗 可是我觉得 我这辈子都该投不了他了 fair 啊 我带给他的只有痛苦 不,这辈子就见不见了 将会有什么付ZA 谢谢 谢谢 在想什么 没什么 立威 谢谢你专程来看我 你放心吧 我没事 都过去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时间也不早了 我回去吧 嗯 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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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鑫